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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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欢迎收看 命运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玲 来 赶快欢迎我们接命运老师 首先欢迎赞胜鼠老师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周映君老师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Amanda老师 大家好 哦 现在跟大家聊的是 再婚停看厅 旧爱新欢谁最美 赶快把毕业纪念册翻出来 二十年前你的初恋是谁 她现在还好吗 来 欢迎几位 首先我们认识也超过二十年了 来 吕文婉 吕文婉 大家好 保持得不错哦 那 初恋这样 我都 嗯 yes 对 还可以啊 来 第二位我们欢迎苏嘉宏律师 吕文婉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许盛美 来 这个大S离婚一百天 一百多天之后闪婚 闪婚二十多年前的韩星 其实年轻人不知道 年轻人会说谁啊谁啊谁 可是我们都知道 酷龙 俱俊叶当年多红多帅 真的是潮流 那大家也佩服大S的勇气啊 大家就会问 哎 赶快翻一下并念纪念册 或者默默想 我心里的初恋是谁 我的电话号码有没有变 但是 好啦 哎 当然是祝福他们 但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尤其是媒体好 我们看一下 哎 酷龙的妈妈 巨妈妈会帮忙剥鱼刺 到现在都还照顾酷龙 是 对不对 像王子一样 一样的保护 那大S当然我们看到 他的节目里面说 哎呦 吃虾子从来不剥虾 如果没有人剥就不吃 嗯 对那这之后 哎就说妈宝跟女王谁会赢 哇 这个就问一下圣灵 嗯 先来讲巨君业 巨君业今年52岁 他跟他的妈妈 78岁的巨妈妈是住在一起 他们住在江南的一个汉南洞 一个豪宅 那个豪宅呢 有宋慧桥啊 还有什么GD啊 就是李宗硕啊 就很多大牌艺人 都住在那个社区 那算状况很好啊 可是你知道 这个豪宅里面就他们两个人 所以巨妈妈每天是三餐都要做好 给儿子吃 然后各位知道吗 韩国哦 他们一餐都是十二道菜 有没有 对 小盘子那个 小菜 它是做足咯 做足之外呢 因为儿子啊 就会挑东西吃 52岁的巨君业呢 如果没有人剥鱼刺 他还不吃鱼呢 所以78岁的巨妈妈 都会帮他把鱼刺都挑起来 一边挑巨妈还会念这个儿子说 儿子啊 以后谁帮你挑鱼刺啊 妈妈都老啦 你也找一个人帮你挑鱼刺啊 就那边洗洗亮 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这个巨妈妈 常常上韩国的媒体 还有韩国的那个石镜秀 所以其实韩国记者 对巨妈妈呢 的印象就是说 这个妈妈 不是省油的灯哦 然后这个巨妈妈呢 一来就希望自己的宝贝儿子 赶快找到帮他剥鱼刺的人 再来你赶快生小孩 是 所以他们母子之间是这样相处 那我就要问大家 你看大S呢 之前在一个石镜秀 他不也讲吗 我呢 就不吃虾了哦 因为我妈说呢 我们女生吃虾 一定是男人帮我们剥 所以自从我爸爸不在我身边之后 我就不吃虾了 因为我小时候 都是我爸爸帮我剥虾 那一直到他嫁给汪小飞 他开始吃虾 因为他训练汪小飞剥虾 对 但是如果大S跟巨妈妈吃饭 你觉得该怎么办 巨妈妈帮儿子剥鱼刺之外 帮媳妇剥虾 笑什么笑 好 那除了巨 你怎么可以这样 巨妈妈帮儿子剥鱼刺 就顺道剥虾嘛 儿子帮老婆剥虾不好吗 哦 我怎么没想到 可是大S是个妈宝耶 手都沾了对不对 对啊 妈妈手都沾了就一起嘛 对啦 只是因为妈妈帮你剥鱼刺 你帮老婆剥虾壳 妈妈一定会翻脸 好 除了大S要面对她的婆婆 巨妈妈 这么传统 又这么威严的婆婆之外 我们要讲另外两个女性 第一个就是黄春梅女士 她是谁呢 是徐妈妈 这一阵子徐妈妈戏份很多 对不对 S妈 可是各位都知 各位知不知道 S妈悲惨的过往 她小时候家里很穷 那长大之后呢 她就到一个餐厅去当洗碗工 她连中学都没有办法 因为家里真的很穷很穷 那徐妈妈她在这个餐厅当洗碗工的时候 餐厅的隔壁呢 有一个很大的营楼 那个营楼呢 是一个大家族 他们经营的营楼 这一家人姓徐 那这个营楼的副少爷 就很喜欢徐妈妈 后来追着徐妈妈之后 他们就结婚了 可是这个傅少爷 她全家 她的上面有七个姐姐 生到第八个 才生到她 然后她是整个大家族的希望 大家知道 那她一定吃过非常多的苦 单纯好 那徐妈妈一嫁进去之后 第一胎生了徐希 女生 第二胎生了大S 女生 她就压力很大很大 光七个姑姑每天给你一句 你就受不了 听说她的几个姑姑们 每天会折磨她 后来生生生生生到第三胎 大家知道吗 女的 然后公公婆婆加七个姑姑 每天每天就对她耳蹄 你必须再生个儿子 你知道徐妈妈多妙吗 她也蛮反骨的 她说我不生了 我女儿很棒 那要生 你可以去外面找人生 真的啊 所以徐爸就外遇了 徐爸外遇 徐妈妈就带着三个女儿自己生活 然后养大这三个孩子 所以讲起来就是 其实徐妈妈会非常的清楚知道说 这如果真的是嫁到韩国去 或者是嫁给这个韩国老公 可能后面要吃什么 还有面对一个问题 巨妈如果她一定要 她的儿子生孩子 那大S已经有两个小孩 而且大S说她不会生 再生小孩 这是个问题 然后我再插嘴了 你知道还有一个前婆婆 今天也有回应了 每天都在直播 我们张岚女士 结果她今天说什么 你知道吗 好好好 能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我这嘴脸会令人讨厌 哇 听得懂哦 听得懂 我先来聊 你真爱无敌 你要碰到好多好多的问题 好多问题里面 中间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婆婆跟妈妈 对不对 我们这边先问周老师 什么手面向的婆婆 眉角比较多 眉角 就是巨妈妈 这是S吗 对于我们通常 一些所谓的婆婆 为什么会有婆媳问题 那就是很容易 那个婆婆就是 以长辈要管晚辈 或是说你应该尊重我 或是很会计较说 你做多少 或是说我儿子做多少 就是帮 就是有时候 儿子不计较的时候 然后他还会帮他计较 就是说 为什么我儿子要去洗碗 或是什么 就是会帮这些事情 就会加入很多他自己的意见 那这样子的婆婆 真的就是比较难搞 就是说眉角比较多 眉角比较多 眉角是台湾味 所以我们就用眉角 就是台语来说较好听 来我们来看看 有些女人 就是说她坚持纠结 不易沟通 这样子的女生 她其实是 因为她的印堂比较狭窄 她这个我们讲眉毛 眉压炎 就是这个应该讲 天才公会比较窄一点点 通常这种人都是比较多疑心 有时候 她会觉得说 好像如果说住在一起 她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 我的东西你有把我用过 或是你怎么样 就是这样的多疑 譬如说没有住在一起 她就会觉得说 你到底赚多少钱 那个钱 我儿子的钱是不是你在管 就是会管这些很多很多的事情 还有就很计较 她的孝亲会 为什么 好像结婚以后 孝亲会没有增加 还减少 是不是 那个女生把她拿去 什么买名牌 买什么都是这样子 她就会一直觉得说 我的这个利润了 等于说她的自己的利益 是不是被这个媳妇拿走了 她就会计较 看到 那个媳妇拿个名牌 觉得 这应该是 我也要一个吧 这是我儿子买的 还是你自己买的 我儿子出多少钱 就会计较这些 哦 哇 还好听不懂韩文 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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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人就是 巨俊叶 是的确跟媒体说 她要带大S 回去韩国生活 但是 大家要不要赌一下 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呢 是巨俊叶 带巨妈妈 来台北生活 真的啦 你要不要赌 我相信 她在台湾这么受到欢迎 她现在是国民姐夫 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人就是 心高气傲 唠叨难搞 这种人 她这个就是鼻梁非常高挺 前骨也比较脱出 这种通常她其实知识很高 她其实本身就很能干了 所以她是要强好胜 其实是很不服输的人 那如果说这个媳妇 还好弱弱的 她就会一天到晚念她 你要怎么做 管很大 你要怎么做 你吃饭你要怎么样 你穿衣服要怎么样 才好看 才得体 不会失眠 就是不会让我儿子没面子 如果是 媳妇本身就很会穿衣服 而且她也可能就是一个 服事方面都很讲究的人 那她就 因为她根本就不服输 她就会觉得说 你这样穿过头了 你不能这样穿 一个在什么 你老公是这样子 你一定要穿得更含蓄 她就会有一他很多的话语 就是自己会知识很高 她就觉得 媳妇绝对不能多过她 所以她就会管很大 有时候吃饭 去哪家餐厅吃什么东西 她就会觉得管 如果说她吃得很好 她就会说 哎呀你吃这个不健康 对身体不好 吃得不好 她就会说 哎呀你看我儿子这样子的能力 你怎么可以吃这样子 会让我儿子太绵面子 就是说这样说了 这样说了 所以这种事 是真的美格很多 再来我们看看另一种人 这种人就是 吸力忌愁很难相处 就是这个叫嘴角下垂 耳后见腮的人 他就是固执霸道 什么事情都是 而且很阴阳怪气 真的是相当难搞 他只记得自己的力 就是讲过的话 他不会管别人 万一如果媳妇有一天 不小心做错了 或是讲错的话 跟他道歉了 我跟你讲道歉还是一样 他会永远一直念一直念 永远把这个事情拿来念 所以就是你没有道歉这件事情 反正你道歉 你不道歉也得道歉 你道歉了 他还是会永远在念 而且如果你不小心 他还会大声的骂你 他是不会说 有些人通常 婆婆是不会去骂媳妇 这种人他通常就是会 大声给你骂 他不会说 会让媳妇有面子 他这会讲说 我一定要先摆出这个叫架势 我一定要给你合过 会规律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季妈妈跟那个 S妈 对 季妈妈 对 你看季妈妈的状态 她那个叫做 那个 法令很深 她的嘴角是不是下垂 下垂就是跟我们刚刚讲 就是很固执 什么事情 她会大念 大声的念人 而且会大骂的 还好是两个人 因为语言不通 所以她骂什么 她可能也听不到 对啊 还好听不到 听不懂 对 但是她很会管 所以像这样子的人 如果说对方 就是我们现在说 她的媳妇应该就是戴S 如果说很多地方 她知道 因为现在欢意也很简单 所以如果说她的种种在外面 所有的表现 很可能她就会来 要管制住她 会觉得说你这样子不行 会让我儿子没面子 反正就是很会管 而且会很大声 而且是固执子鉴 不会改善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那个S妈 这个S妈 因为她的那个状态 因为你看她天堂 我们讲说天平跟地格 都相当的不错 是 她那个前骨 前骨的也算是蛮饱满的 所以她是有意见 但是意见不会 非常非常的执着 她会看大事 她会这个我们讲说 会随得大事而为 有时候觉得说 就是这个样子我要顺其 顺这个自然去做 所以说 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当她的媳妇 也很好当 如果说她现在反而是 怕谁哪有什么人说 现在人就是 我们一只猪猫在人家 所以我就不会去管你 所以其实她是不会管女婿的 然后管婆婆她也更也不 也管媳妇她是不会 而且她那个嘴角是上扬的 所以她其实是热观的人 所以其实要两个人来选的话 当然要选这个S妈当婆婆 不会选这个G妈当婆婆 因为G妈这个婆婆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难搞 所以这个大S妈就非常生气 就大S婚后会 可能会随着老公回韩国 所以这个事情很生气 还有一个新闻 我一看我都吓一跳说 准备把台湾的豪宅卖了 去韩国住 哇那是S妈那更是紧张得要死 巨俊叶是的确跟媒体说 她要带大S回去韩国生活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S妈说她最大的底线 就是她可以跟巨俊叶吃饭 维持很好的关系 可是你不准把我女儿 跟我的孙子孙女带去韩国 所以我认为这是双方拉锯一个焦点 但是我猜大S应该 一定要回去见一见婆婆 但是大家要不要赌一下 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呢 是巨俊叶带巨妈妈来台北生活 真的啦 你要不要赌 我相信 她在台湾这么受到欢迎 她现在是国民姐夫 我相信因为 真的啦 因为巨妈妈再强势 她敌不过儿子塞呐的 对啦 儿子有力 而且儿子都五十几了 你们觉得突然间好像大家又记起这个人 也不是说她韩国不OK 至少不是那种风头顶尖上面的人嘛 突然间整个都抱起来了 当然来这边再发挥一阵啊 也是有机会的啊 有机会 有机会 有可能 就是会在台湾生活 但是就是说 这个巨俊叶自从求婚成功之后 其实一路以来表现得都非常的积极 又有诚意 所以可以感受到真爱是无敌的 而且你知道巨俊叶啊 他那个在隔离期间 他也没闲着啊 他每天直播po影片 他不是就还po了一个是 小S的新专辑九九成法表 然后他就po了一个九九成法啊 什么什么之类 然后小S就回应他 就表示他跟S家 相处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这几天 他在隔离出来的时候呢 记者在问他说 他都蛮有礼貌 还有记者就挖出巨俊叶 很多年前 他出席一个活动 不是那舞台塌了吗 他当场还救了很多人 其中一个就是 最近很红的 少年法庭的那个女主角 大家有看吗 他们一起出席那个活动 结果坍塌了 然后很多艺人就跌在地上 然后他去救 那很多人就说 我们这个国民姐夫呢 其实人不错啦 但是唯一要担心就是说 如果大S 三不五十 带孩子到韩国去 韩国去的话 因为一个八岁跟六岁的孩子 是这样的 在这里他中文说得很好 我相信到他到韩国 大概几个月之后 他应该就 韩文很厉害了 那当韩文很厉害的时候 蓝姐他们会不会有意见 这就是大家要面对的问题 汪小飞跟张岚 现在是没有说 要去干涉这些事情 可是如果 他的孩子将来都一直 欧巴欧巴的喊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状况 要面对 好烦哦 这么多问题 真爱无敌 但是我最后问大家 你们认为这是真爱还是赌气 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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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气 觉得不是真爱的举手 不是真爱是吧 我觉得是真爱 我觉得是真爱 张老师你不要 阿美老师也举手 也觉得是 你也觉得是 不是真爱 应该六四笔吧 我觉得赌气的成分 其实也 也有就争一口气 不要讲赌气 就是争一口气 说得真好还争一口气 不讲不觉得是赌气 但觉得是 你们觉得是真爱 我不觉得是真爱 方向是真爱 我觉得当下一定是真爱 有真爱的成分 他们现在 他们的条件是不必要 但如果当下没有真爱的话 他干嘛要赌这一局 来等一下 是不是真爱 回来聊 但是这边问一下 苏律师 关于大S再婚 律师也都跳出来 现在也都很会po脸书 律师也都出很多意见 可是想说 真爱无敌 人家什么伊丽莎白泰勒 都结婚七次 可以高兴七次 人生这样子 风风光光又漂亮 你们想那么多 但是律师总是 跳出来泼冷水 说有要注意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 不好意思 律师总是要打泼一点冷水 这个怎么讲 先小人后君子 先小人 如果今天万一 你对我动手 或者是动嘴 这个东西要不要处罚 这个东西在婚前协议 可能要先讲清楚 我现在讨论是再婚 再婚特别要做这个事情 律师也都跳出来 现在也都很会po脸书 律师也都出很多意见 可是想说 真爱无敌 人家什么伊丽莎白泰勒 都结婚七次 可以高兴七次 人生这样子 风风光光又漂亮 你们想那么多 但是律师总是 跳出来泼冷水 说有要注意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 对对 其实我是 我是很看好他们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 他有我们一般人 没有的勇气 你看他因为勇气 像我就不敢 那如果很勇敢去追爱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我非常觉得 我非常鼓励他们 我期待他们真的白头协要 但是有些东西 我们有一些经验 告诉他说 那你要注意三个地方 第一个我觉得 最重要是婚前协议 他觉得干嘛要婚前协议 婚前其实差别在哪 你看聚军业 他曾经为了他的团员 他就开始 他就没有去继续这样工作 所以他去曾经摆摊 所以表示说 他的状态是 本来是变很好 结果变比较差 摆摊 之后又变好 变做DJ 所以他的财务状况 是这样漂浮现的 但是我们看大S 他是一直一路往上 平稳往上 所以他有豪宅 他有存款等等的 这两种不同理财个性能 他怎么样能够把 未来的一个家族好 到底是双方是AA制呢 还是你要养我 对不对 而且除了碰到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讲 吃饭对不对 跟妈妈婆婆的时候吃饭 那你既然知道 聚妈妈会帮他挑刺 你也知道说 这个你希望聚军业 帮你剥虾 那你是不是夹菜给他们 换你就先想好一些东西 对啊 我夹菜给妈妈 我夹菜给聚军业 那他们东西给我 先帮妈妈夹菜 会不会他心情好一点 先套好招 很多东西是需要这样 而且不好意思 律师总统也是要 泼一点冷水 这个怎么讲 先小人后君子 先小人 如果今天万一 你对我动手 或者是动嘴 这个东西要不要处罚 这个东西在婚前协议 可能要先讲清楚 我现在讨论是再婚 再婚特别要做这个事情 而且我举个例子 一个女企业家跟田乔仔二代 是不一样的 女企业家她可能 每年她赚一两千万的获利 田乔仔是爸妈妈 送给她的土地 她不见得有获利 如果未来大家吵架的时候 我想问各位 夫妻财产制 到底是谁给谁 也许田乔仔 田乔仔 男生田乔仔 她有十亿元的土地 可是女企业家 她可能没有 她只有一亿元的股票 现金 现金 可是她每年两千万的 股利分红 薪资收入 那可能结婚十年之后 女婿啊 光是两千 一年两千万 十年就多少 一年两千万 十年就两亿啊 对啊 又一亿 田乔仔她土地没有卖的时候 算是十亿 如果他们要讨论离婚 十年后讨论离婚 请问谁要给谁钱 十亿元资产的人 还是本来她有一亿元 再加上两亿变三亿 十亿要给三亿 还是三亿要给十亿 哪一个 三亿要给十亿 三亿要给十亿 蛤 真的假的 真的 土地的不分一半啊 不用不用 因为她是田条 真的假 我不用做婚后赚的 有这个事情 因为婚姻 夫妻财产是结婚后 对 所算的 婚前的不算 婚前不算 所以大一十六亿的房产 是没有人可以分的 那个没有人可以分啊 对 可是 可是她那财产如果增 她如果说是股票鼓励 所以每一对婚姻 每一对栽婚 都需要对她财产 特别去重视 这样你珍爱才会在你 很现实之上 我鼓励爱情要在面包之上 没有面包哪来的爱情啊 拍谁啊 我太务实了 可是就是这务实才可以 让你爱永久保鲜 有面包才有爱情 所以第一个 婚前协议 夫妻财产讲清楚 AA是谁照顾谁讲清楚 第二个 孝养关系 你看聚集院她有妈妈要养 对不对 那个大S 我们不能说大S要养妈妈 但是要校养妈妈 但大S有两个小孩要养 请问 这两个人有没有沟通好啊 我是带着三个我爱的人 他带着一个他爱的人 那两边都有爱的人 那到底爱未来怎么去相处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再婚的时候 我有小孩 那今天 是我要自己养小孩 还是你会帮我养小孩 那你要不要讲清楚 你如果只爱说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爱 当然如果第一次婚姻 没有包袱的时候 可能我们两个就去住 怎么样都开心 可是现在我有两个 孩子跟我爸爸妈妈 我妈妈或者我爸爸 那这时候到底谁照顾谁啊 你都要讲清楚 第三个更重要了 朵琳哥 真的不要这么难过 讲到这都不想结了 真的吗 真的 我们可不可以 我们谈 我们确定要结 其他的是让双方律师去谈 不行 我告诉你 双方律师什么 躲在后面帮你谈 我建议 通常人家会跟我说 律师你帮我跟他谈 我说拜托 律师出来就听拼 你知道吗 就听拼 通常我会告诉他 哪几个重要注意的 你跟他谈谈看 怎么样抓刀写文字 给这个 例如说假设我给 假设我是大爱 所以我们要谈这些东西 不是说律师他们去谈 我们谈恋爱就好 谈恋爱的时候 背后有军师 叫军师联盟 里面有一个律师 告诉你做保护 为什么要这样 是因为我发现说 你只要站在法律之上 比较厉害 不过你后面会厉害 尤其是有财富传承 第三个财富传承关系 你想想看 再婚主如果大爱时有两个孩子 他的孩子会怎么 他爱的孩子很小 对不对 对 很多是再婚是年纪比较大的 他还怎么想 多一个爸爸 未来我妈妈的财产 我妈妈财产 本来是我们两个分 现在变三个人分 六亿两个人分 一个人三亿 六亿三个人分 一个人两亿 差很多 有差别 那如何让 我们先想到原的 就是说 在这个状况下 我如何让我的孩子 能够觉得说 其实这个人没有 对你没有太大影响 我也爱他 我也爱你们 所以是不是要做一些 妥善安排 让孩子可以放心 再来有另外 我们从技术上 跟法律上来看 很多状况下 孩子都未成年的时候 你想想看 我们以大爱时为例 用技术上 跟法律上来看 大爱时有两个孩子 六岁跟八岁 那他这时候结婚之后 有一个新的 就会对孩子来说 是一个继父 对不对 这两个孩子 如果今天假设 大爱时毕业的时候 孩子还是 没有成年的情况下 请问 这个财产 谁来管理 孩子未成年 才来谁管理 是拘敬业呢 还是王小飞 是谁来管理呢 我告诉你 是王小飞 王小飞 所以如果今天孩子 是未成年的状况下 继父没办法管理财产 而且是原来 这孩子的亲生父亲 生父 生父来管理他的财产 所以未来这个财产状况 会不会有点复杂 要管理状况会更复杂 所以在面对到 再婚的时候 我想好远喔 真的要想远一点 真的真的 所以财富传承之后 至少你写一份遗嘱说 我怎么样爱我的孩子 怎么样安排 天有不测风 对 天有不测风 我告诉你原则上 你写的都不会有事 通常是没写也有事 写的没事 我问一下好了 因为他们两个在韩国 已经注册了 那一定是在 很热烈的情况之下 没有想很多的情况之下 才会去登记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因素 两个要见面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婚姻关系 那如果万一大S 现在看到节目 他觉得说对 我可以亡羊鼓 往往在年轻的时候 为了他爱的人 牺牲奉献 可是做了很多 我当时要做到老公 不一定快乐 对啊 可是到了年纪大了以后 是不是这时候 就能够随心所欲 我可以挑 我喜欢的 我想的 而不是天天都在 帮别人做 如果万一大S 现在看到节目 他觉得说对 我可以亡羊鼓 你会是 现在这 这收到的 可以亡羊鼓 对啊 因为他没有 会有吗 会有 真的 对 今天 今天 就趁人在台湾的时候 签台湾的 对 开记者会 叫他签 没有 叫那个 就是跟他讲说很重要 你是爱我嘛 你是爱我 所以说 不是爱我的钱 所以你要 我们来住哪里 是不是男生要照顾我 这个女生 你要照顾我女王嘛 对不对 公主 公主 照顾公主 所以你愿意怎么样 对我爱我 你如果动手的话 怎么样 他如果愿意 表示什么 这是真的真爱 再次考验他的真爱 那你要去 所以爱护 对 爱护 所以你结婚 所以各位 你如果结婚后 还是来爱护 那你说 律师能不能教你一个撇步 你有时候不要太硬 就是律师虽然教你 这主要的东西 你可以说你爱我 所以呢 是不是你每个月生活费 都是你出呢 是 他就yes 对不对 这也算 OK 他圈跟叉 让他去勾悬 记得要签名 他要签名 他愿意真的是 把财 他愿意负担 他绝对不会伤害你一根皮毛 这个讲清楚 自己也要私底下 把财产的分配书写清楚 不用跟小孩讲 你把分配书写清楚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A呼 来 但是经过这个事情 其实大家都开始挑起了 大家心里面 潜意识里面那个 不管你几岁都还想 我也有机会谈恋爱吗 我还可以有机会再婚吗 这个问题就回到命里 张胜书老师 我们紫薇命盘 什么紫薇命盘的女人 能有浪漫的黄昏之恋 里面有密码吗 看得出来吗 密码 手机号码比较容易记 密码比较难 但是我觉得 黄昏之恋 我们被传统给束缚住了 我们以前很喜欢讲 这个老不休 对不对 可是现代人应该要改变观念了 黄昏之恋要大大鼓励 是好事 而且到了这个时间点 人也比较有时间了 也比较有江湖经验 懂了 律师也认识比较多了 也有休养 而且不用为了生小孩 养小孩这种问题烦心 往往婆婆也老到 没有力气管理了 黄昏之恋有什么不好 这样讲很好 所以大家好 现在不要万谈 随时随地都有机会 我们看夫妻宫好了 来看 第一个 太阳星 落到了你的夫妻宫的朋友 太阳这颗星我一直都说 它是一颗牺牲奉献的一颗星 所以往往在年轻的时候 为了他爱的人 牺牲奉献 可是做的很多 有时候要做到老冬 闻到老冻 不一定快乐 可是到了年纪大了以后 是不是这时候就能够随心所欲 我可以挑 我喜欢的 我想的 而不是天天都在帮别人做吗 而且这时候的太阳越老 异国恋的机会越高 是哦 对在夫妻宫里面 对他而言 我没试过 再不试 年纪都大 所以太阳星 异国之恋 再来我们看 紫围去落到了夫妻宫 我有 为什么要有夫妻宫 为了紫围 是吗 紫围破军 是的 我有不好的预感 你看夫妻宫对宫就是事业宫 不是你有不好的预感 是家里那个 然后我有不好的预感 家里面那个 能在家中做好了 紫围 因为夫妻宫的对宫 永远是事业宫 对不对 紫围又是帝王之心 它代表它是什么 它在职场上面 其实是拼命三郎 可是往往在婚姻上 就无暇顾及了 对不对 可是你看我们所有的 黄昏之恋 不就是我已经退休了 我已经那个手头上觉得OK 我不用去拼命了 比如说 其实台湾有一个 某大亨 他都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了 突然爱上了 另外一位某名媛 他把钱全部都过寄给女儿 我就是要去 轰轰烈烈的爱一场 他突然生了病人 几十年的奋斗 有没有轰轰烈烈去爱过 可能他觉得没有 所以这时候 是不是很容易就碰到心欢 我觉得再不爱也没机会了 其实黄昏之恋 往往就会产生那种 比年轻的时候还要热恋 除了身体问题以外 但是对他的原来已经不是重点了 他可能那个烈火焚身的感觉更强烈 所以这时候就是紫围 黄昏之恋 心欢 我们再来看第一个就是什么 天同星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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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第一名 所以人第一名 你看看 第三名就在那里黑黑球 天同这颗星年轻的时候 说实在的 居宿太多 想太多 真的 很多东西太在乎了 小孩还小 别人是怎么想的 所以就算是有真爱在前面 他仍然会最后会觉得 算了 可是我们刚刚讲 年纪大了以后 是不是很多事情就可以放开了 是 所以黄昏之恋 现在的人真的应该要鼓励 你想很多养老院里面 七八十岁还在那边 争风吃醋的很多 有 七八十岁 那个阿公打架的很多 比年轻人还要看 真的阿嬷六十几的 那人又去的 对啊 所以我们想 现代人活这么久 你也真的是 年老的时候 不要以为什么都不行了 年纪大不重要 心死比较麻烦 黄昏之恋 心就会热起来 活起来 很好 一会儿花量就是这样出来 是 这把火又起来了 温度又提升了 来 这边问一下阿嬷达老师 什么星座的人 他老是对旧爱念念不忘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对 其实有些人你会发觉 他好像就把旧爱会放在嘴巴上 对不对 那我们想 有时候你一直挂在嘴边 到底是设立一种深情的形象 还是只是催眠自己 所以其实真正有上榜的这种星座 通常都是闷不吭声 做大事的星座 真的对 好 就说他真的会对旧爱念念不忘 其实都放在心里的 那我们在这个占星学上呢 关于爱情感情 不管男女 我们都可以透过月亮金星为一个主要的观察点 那太阳是一个辅助的观察 首先第三名 如果有上榜的星座是 摩羯座的星座 好 月亮金星太阳在摩羯的话 他总是认为新的不如原来的那一位 好我们这样讲 其实你观察摩羯座特质强的人 我们先讲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就会发觉 他们是一个很规律的星座 比方说我认定这一家的牛肉面特别好吃 其实我就会都去吃这一家 别人约我吃了另外一家牛肉面 我就会觉得 其实还是我原来那个最合我的口味 念旧 很念旧 他们非常的念旧保守 但同样这样的特质放在感情上 其实他们对于过去可能曾经爱过的人 他们也会非常的念旧 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 摩羯座的另一半 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是 摩羯座是一个可以把很多事情 真的是放在心里 放在很深的地方的人 他们的念旧 我们讲是埋在心中 但是也不用这样子会马上 你就这个什么 想要鞭打你的摩羯座伴侣 因为他们其实还是一个很实际的伴侣的 今天我如果有了新的感情 我还是会负起我该负的责任 我还是会很爱我现在的伴侣 只在他的心中 永远会留一个位子 给原来的这个对象的 第二名呢 如果是 因为他只要买个什么东西 老公就说 你干嘛又买东西啊 你不是这个包包很像的很多吗 你拿得到那么多吗 然后买件衣服 你怎么又花钱呢 你怎么今天又拎个袋子回来了 你觉得 本来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都是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已经变成 他讲太多管太多 已经变得很烦了 然后他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 到最后他一个五十几岁的人 然后自己赚自己花 到现在像小偷一样 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巨蟹座的朋友啦 我们说那种珍贵的回忆 是无可取代的 观察很多巨蟹座特质墙的人 他们可能比方说已经二三十岁了 可是他的床边都会有那种十几岁的玩偶 他可能每天睡觉前都要拍一拍他的布娃娃 然后再入睡的这种特质 也就是说巨蟹座的人 他们跟摩羯座这种守旧念旧 有点不一样 他们珍惜的是一种回忆 比方说我年轻的时候可能爱过一个人 那我跟他的这种种种的经历 不管我们约会去哪里约会啦 或者是我们这个做过了什么事情 对这个巨蟹座来说 都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回忆 而且呢 这是很难被取代的 毕竟那种二十几岁啦 十几岁这种时光是不会再有的 第一名呢 如果有落在天蝎座的朋友 我们说好 因为各种喜怒哀乐 种种的情绪 种种的经验 他们都会珍藏在心中 其实讲真的 金星 月亮 太阳 天蝎座的人 其实不是我们节目上 真的三言两语可以很快说完的 他们是一个非常深层 有层次的一个星座的 他们自己有时候对于自己的很多认知 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我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 然后呢 对于天蝎座来说 每一段逝去的恋情 他都会帮他立一个神主牌位在心中 然后初一十五不是上香 初一十五都会来缅怀一下我过去的这个对象 这个爱恋的对象的 好 那二十年前的初恋打电话给你 要不要接 好 那跟你求婚 要不要答应 好烦恼 来 我们这边 自从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我问一下文婉 你在脸书上 你的脸书上有提到 再婚从来都不是你的选择 是啊 那你有哪些纠结 其实我为什么会发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有一点点宣告 我的这个所谓的意向是在什么地方 方向是什么 因为太多粉丝跟我讲说 婚婚趁你现在 哎 又好像一队灰了 还OK 你知道吗 有人愿意接受你 还有一点点所谓的竞争力 你就赶快找一个老伴 老公 我就说其实 这个真的从来不是我的选项 也有人追求啊 可是我觉得我的 我的这个所谓的想法顾虑是这样 你来没有加分就算还扣分 还给他拖累 我现在都整个月了 还给你拖累 真的 没有那本钱 你身边有朋友再婚 虽然刚开始很不错 大家也都是充满了祝福 对 但是说时间久了一点之后 发现其实还是不开心 所以篤林哥 你知道吗 其实有很多 其实不止我刚刚那些想法 很多的比较 一些姐姐们会给 或者一些长辈都会讲说 其实到顶了好 到顶了好 不要再结婚了 已经结过了 不要结婚了 我那时候其实老实讲 对这句话 就是有一点点懂 又有一点不太懂 那我这一个呢 大龄的姐姐再婚了 然后呢 最近她遇到一个困扰 可是她那时候结婚的时候 我们都好祝福哦 好 我先讲 就是说两个大概都是 五十出头岁 然后呢 因为他们过去那段婚姻 都比较早婚 所以一个前提是孩子都大了 都念大学 你听听看哦 孩子都念大学了 是不是没有照顾孩子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学龄啊 什么教育费都没有 孩子有孩子的天下 然后再来呢 他们呢 两个呢 都经济独立 都有钱了 而且都很有积蓄 所以是不是也没有财产的问题 然后呢 当时他们要结婚的时候 就已经讲好 就是说 我们就没有 就互相财务独立 然后呢 因为你也不用照顾我小孩 我也不用照顾你的小孩 都大了嘛 再来呢 你不要花我的钱 我也不花你的钱 我们都互相就是 OK 就是 不互相拖累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吗 最近还是出问题了 你讲这 这还能出什么问题 等个人工后啊 然后呢 你说家里面的开销 也都AA嘛 大家各付各的 不好意思 问题出在哪边 因为呢 我这个大姐姐 非常 工作能力很OK嘛 她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 没事呢 可能去给人家抓 一个抓个身体 然后呢 弄个头皮SPA 然后不然就去买买名牌 逛逛街 买买自己爱的东西 有问题吗 听起来没有问题啊 我花我自己的钱啊 她没有花老公的钱啊 而且当初都讲好的 没有 老公有意见了 她说你知道吗 我现在搞到 我真的像个贼 因为她只要买个什么东西 老公就说 你干嘛又买东西啊 你不是这个包包 很像的很多吗 你拿得到那么多吗 然后买件衣服 你怎么又花钱呢 你怎么今天 又拎个袋子回来了 你觉得 本来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都是 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已经变成 她讲太多管太多 已经变得很烦了耶 然后她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 到最后她一个五十几岁的人 然后自己赚自己花 到现在像小偷一样 她买东西 现在是要塞后车厢 然后偷偷偷渡 可能还穿在里面 然后再 穿在里面 进一架的慢慢多 好单班啊 因为她老公后来还是会去看她的后车厢啊 干什么 还是会把她硬抓出来 这也太讨厌了 然后她就觉得说 这个搞得他真的很像谁一样 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她去放松嘛 因为她压力 平常压力大 然后去给人家那个按摩 她平常在跟她讲说 你干嘛没事给人家按摩 好贵哦 一个小时三千多块 要不然是你帮我按 然后她就说 没有啊 在里面买个按摩椅啊 可是她就说 可是我瘦 我瘦不了那个按摩椅 而且我瘦不了那个按摩椅 那个瘦都会 把我那个整个骨头 咔咔咔咔 痛得要命这样 然后呢 她就说 反正她老公就说 你就试着嘛 再多垫一个布 你知道后来有一天 她就后来也选择 她就偷偷地去用 她也不要让她知道 多恐怖 她老公抱她嘛 一起看电视 那个鼻子 那个鳞猫鼻就来了 你今天去做头发 做那个头皮按摩 做那个身体 对不对 啊 闻到香香的 我跟你讲 她居然对那个 SPA馆的那个 那个精油味道 好敏锐 然后她当下 她就傻了 她就当然跟她老公吵架 就你为什么连这个 都要管我 她说可是 我就不要你去那个地方 这个是没有金钱的问题 没有小孩教育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是居然这些东西 让她觉得 她生活充满了窒息感 她觉得她压力大到 她觉得她现在看到她 她就觉得很讨厌 很 就是很疯狂 她就觉得有时候 很想捶她一顿 然后她都跟我讲说 那文婉你告诉我 在结婚干嘛 我告诉你哦 我提醒你哦 千万不要随便再婚 就不要再叫我要再婚了 谢谢 没关系 我们影片已经录下来 到时候不一定 说不定就收到你的红铁 来 Amanda老师 什么星座的人 爱过就好 不一定要婚姻 对 我们从星盘当中的太阳月亮 以及下降星座来参考 什么是下降星座呢 就是我们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自己的上升星座 对不对 在黄道上面 你查到上升星座 正对面的这个黄道星座 就是下降星座 比方说 如果你看你的上升星座 是在红色的字体部分的话 上升星座 那你的下降 就会是蓝色字体这边 如果你的上升星座 是在蓝色的这几个星座的话 你的下降星座 就会是在红色这边 所以你看像圣梅姐的上升 是射手座 对不对 我们找到像射手座的话呢 好 你就可以看到 她的下降星座 就会是这个双子座 好 那文婉姐的上升 是摩羯座 所以你的下降星座 就会是巨蟹座 这样子类推的 好 那么所以呢 我们今天这一题 只要爱过就好 不一定要婚姻的星座呢 就从太阳月亮下降星座 来为主要的一个判断 那如果像金星 我们刚刚讲 跟感情有关 你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参考 好 首先第三名 如果呢 这个太阳月亮上升 是有落在 狮子座的朋友 好 我们说呢 其实曾经灿烂 我永保回忆就好 我看了 盛美姐的月亮在狮子 我刚发现 但是我们先讲 盛美姐我们待会说 我们先讲 通常狮子座的人 他们对于这种 爱情的态度是什么 其实就像我想到 张爱玲吧 好像曾经讲过一句话 她说 很多的爱情 经得起风雨 不甘于平凡 你知道就是说 在风雨飘摇当中 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爱的 这种 这种惊天动地 一起奋斗 可是一旦进入平凡平淡的生活 好像这个爱就没了 其实是 这个爱情是经不起 平凡平淡的 这句话 其实放在狮子座的一个 爱情态度上 我觉得还蛮贴切的 很多人说狮子会花心 当然我觉得那是某一个原因 但对很多狮子座来说 我跟你爱 我爱过你 对不对 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只看到彼此美好的一面 我们吃的东西 约会多浪漫啊 可以这种送你这个什么99朵 999朵玫瑰花之类的 做很多浪漫的事情 但是一旦我们进入婚姻 婚姻是什么 是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所以很多狮子 他不太能够去想象 我爱过的这么帅气 这么美丽的一个人 然后变成一个黄脸婆 变成一个糟老头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那我真的爱过这个人 其实我们轰轰烈烈的 爱一场就好 我不一定要真的跟他 进入这种柴米油盐的 婚姻当中 这是狮子座 他们常常看起来谈恋爱 不一定要结婚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特质是 狮子座其实是12星座里面 我们说爱自己的这个成分 也还蛮高的一个星座 很多正面特质来讲 爱自己当然非常好 非常重要 可是放在婚姻这件事情 毕竟他是两个人的一个相处 有时候狮子他会觉得 如果我进入婚姻 我好像对于整个自我的这种 爱自己的成分 其实是没那么高了 他也会有一点点恐惧 不是那么想要进入婚姻的 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 要求完美的人 其实在婚姻是比较容易失望的 甚至是失落 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 婚姻必然是不完美的 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一个 为什么需要条文 为什么需要法律 因为它不是发自内心 感情发自内心 婚姻却不是 婚姻是现实的 因此越理想主义 完美主义的人就越容易破灭 可是破灭就是新生的开始 你越要求完美 其实就会越不完美 相反的能够去接受 不完美的人是不是才容易完美 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 天蝎座的朋友 我们说好 不愿再一次的刻骨铭心 我们刚前媒体有说嘛 天蝎座其实那种 爱了就是轰轰烈烈的 对不对 那么很多天蝎他会觉得 我真的爱一次怎么样 心里的那个神主牌位 立在那了 其实我好像脱了一层皮了 那如果我再要进入婚姻 好像我们两个的关系 是更加紧密 更加密切 那这时候对很多天蝎来说 我好像就是 这个我是不存在 我已经消失变成我们了 这对天蝎来说 他会觉得太痛苦 太这种刻骨铭心的爱 他会觉得不如 那我就是维持 我自己的一个单身啦 或者是维持 我在谈恋爱中的这种感觉 我对爱的投入 不要那么多就好了 好 像举例来说 像我们演艺圈 很多这个女明星是 这个天蝎座的 像这个 陈沙丽 沙丽姐 是 她就是这个太阳天蝎的 是 然后像席曼宁姐姐 也是天蝎座的 其实她们 就是自己都会过得非常好 可是她觉得 我可以好好的爱我自己 我不一定要进入 或再一次进入婚姻的 第一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水瓶座的朋友 因为享受爱情没有错 但是我也要自由 好 真的 其实很多人说 水瓶座的人 是一种好像很冷 其实我觉得 并不会这样子解释 只是说水瓶座的人 他非常的理性 一样 他会觉得 有时候我会觉得 生活越单纯越好 比方说对水瓶来说 爱就是爱 就是很单纯的爱 可是当这个爱 涉及到婚姻生活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 好 看苏丽是说的 结婚之前要考虑这么多 好 要这个什么财产 怎么分配小孩子 谁来养 他会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我真的要进入婚姻吗 还是我维持 我现在 我们依然很甜蜜 我们依然有爱 这对很多水瓶 是他们不愿意 进入婚姻的 一个很大的考量 好 不是说他们不负责任 不能扛起婚姻的 重责大任 并不是 他们真的是很怕麻烦 而且对很多水瓶来说 有没有婚姻这种 法律的约束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 我们会说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十年了 二十年了 很多水瓶的感情观是这样 我们可以在一起 十年二十年 但不要结婚 那我们也会说 那你们这样的相处 跟结婚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我如果说 我破了这种的 如果说 今年过年前 如果没有跟我结婚 我们就分手 那他会分手还是 我觉得水瓶 因为水瓶不要忘记 他是两个守护心 一个是土心 一个天王心 所以你要看 他是刚好是落在哪一个的水瓶 真的很有可能 他觉得我就是死也不要结婚 但成为我的信念了 那分手 那就我就爱过你 我把爱放在心中 他可能真的会分手 对 那也有一种水瓶是 他如果是比较侧重在土心特质的水瓶 他可能就想想 好吧 那反正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 我们他就是会有一点点 你知道心里还是会有点murmur的 然后就进入婚姻的 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要逼他之前还是先算一下 对 还是要这个考量清楚 但是我会觉得 不是因为他真的是说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爱一个人 他可以爱很久 但是因为你要给他自由度 然后不要让他觉得麻烦 或许他就不会那么抗拒婚姻这件事情了 来来来 问一下盛美 有一位天后 虽然再婚 但是却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幸福 有一个电影 篤林哥有看过吗 《回到二十岁》 我看了十遍 有这部片子 有有有 他是韩国拍的 就是一个老奶奶 回到他少女的时代 然后完成了他以前的初恋 就现在不论你现在几岁 你五十岁六十岁 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 如果可以穿越回二十岁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把你的那个初恋扭转 因为很多人初恋可能都是一个创伤 那我们来说这个人 因为最近这个新闻 我觉得也蛮有感觉 这个男生李亚彭 大家还记得他吗 王菲的前夫 帅哥 他们已经离婚那么多年了 然后他最近宣布他结婚了 然后结婚 然后是一个比他小十九岁的一个女生 也是个女演员 小十九岁 对呀 海哈惊喜 为什么是四个字 是因为少数民族 四川乙族人 然后这个婚姻呢 就让大家想到了王菲 你知道有一些人是这样 其实你绕了一圈 你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讲呢 各位 王菲他的第一段婚姻是窦伟 窦伟在婚姻当中 不断地劈腿外遇 那王菲也忍耐忍耐 忍耐到一定程度 他受不了了 这个婚姻就算了 他就离婚了 那离婚之后 大家就知道 王菲到香港发展 就认识了只有二十岁的谢霆锋 那两个人爱得红红的脸 可是谢霆锋劈腿了张博之 所以王菲那个时候 其实是蛮难过的 然后两个人分手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谢霆锋一直想挽回 可是王菲那个时候 就处于一个冷静期 那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就传入了王菲的心扉 这个人每天传两百则简讯 那个简讯里面都是诗 他自己写的诗 这个人叫李亚鹏 李亚鹏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蛮红的了 你知道吗 王菲一宣布嫁给李亚鹏 之后不久 谢霆锋娶了张博之 你说哪个人赌气 哪个人赌气 这叫赌气还是赌气 我觉得谢霆锋跟张博之 这个是赌气 因为你看到他后来的结果 也是离了 李亚鹏这个人的问题在于 他拍完《射调英雄传》之后 他就不再拍戏了 他疯狂地做生意 疯狂地做 真的 他就觉得拍戏多辛苦 我射调英雄传 我还得调钢丝 飞来飞 我多累 我做生意 我赚得更多 而且你身为王菲的老公 这个 很多商场人士会买单 可是他生意做得并不好 他生意没有像林瑞扬做这么好 这个比喻好像也蛮不错 但您知道林瑞扬现在 好 他情况也很类似 他生意其实财务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后来大家记得吗 王菲就开始付出 然后演唱会 然后拍《洗法经》广告之类的 那一段时间很多人说 为什么他要付出 就是要填 李亚鹏财务的漏洞 好惨 之后撑了八年 他们终于官宣 离婚了 王菲就很淡然地说各自安好 你知道李亚鹏说什么吗 我需要的是一个家庭 但你终究是一个传奇 李亚鹏说得太好了 但是绕回来了 一离婚 来 王菲现在跟谁在一起 谢霆 对不对 不就是又回到你的旧爱了吗 我觉得也蛮好的 对不对 李亚鹏公故事 讲故事讲得那么好 还我们又在想说 你心仰难耐 你旧爱到底是谁 大家都开始毕业纪念册 给他翻一翻 张胜说老师 什么子惟命格的女人 第二春也能很美满 密码藏在哪里 是 我们还是来看夫妻宫 是夫妻宫 又是夫妻宫 好恐怖的夫妻宫 怎么样的命格 第一春通常不太顺利 反而不经一世 不长一智 到了第二春反而幸福的 爱童琳 这 夫妻宫 第二春 有机会 对啊 怎么会这样 皇冠之恋 然后又第二春 比较好 其实娶到你的男人 是好命 真的 太好命也不好 我晚上那些电视上 屁肺狗 他在男人面前 完全不一样 对 like a bird little bird 其实这个是因为 笃琳逼我 说一定要把文婉 放上去 是啊 因为要破你的八卦症 对不对 诈骗集团 可是 其实 太阴为什么第一春 往往不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太阴太过 完美主义了 那要求完美的人 其实在婚姻 是比较容易失望的 甚至是失落 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 婚姻必然是不完美的 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一个 为什么需要条文 为什么需要法律 因为它不是发自内心 感情发自内心 婚姻却不是 婚姻是现实的东西 因此越理想主义 完美主义的 就越容易破灭 可是破灭 就是新生的开始 你越要求完美 其实就会越不完美 相反的 能够去接受不完美的人 是不是才容易变得完美 这是因为太阴容易在第二春 反而幸福的原因所在 所以有时候也不用那么惊 对不对 但是惊一惊没关系 你到时候喜帖就不要发 免得我们大家就笑你 就偷偷地去 不会不会 我会偷偷来 但是这也是各位观众 一定要了解的 不要因为第一春的不好 就把自己给 就嫌自己不够好了 于是这时候就更容易 去注目对方的缺点 其实往往在看对方缺点的同时 其实也是在看自己的缺点 再来第二个 大理哥哥的第一任 跟第一任生的孩子 前妻生的孩子 孩子出来说 你不能住在这豪宅里面 我告诉你 你不准住 他说不 我可以住啊 你没搞错 我是合法的太太 我就是要住 法律上我讲三点 很重要 第一个 我是他太太 我也是继承之一 就法院判决 女真必须要返还这个房子 给这个 为什么 再来 第二个 是天府心 紫薇的组合是一种必然 像太阴在夫妻宫 那么巨门就一定会在命宫 像往往这样 而天府如果落到了夫妻宫 那么贪狼就一定会在命宫 所以你看贪狼跟天府 这样的组合来讲 简单讲还是个自由主义者 而婚姻跟自由 又是一个相反的东西 所以往往天府心 越年轻的时候说 哇 那就是我爱的人 义无反顾 各位 在这种状态之下 爱的时候义无反顾 恨的时候 那就咬牙切齿了 这时候就真的就更厉害了 可是第二春 是不是才容易知道 真正自己要的是什么 所以第一春 往往都被爱情冲昏头了 可是这时候 到了第二春 不是就好事了吗 对不对 因此天府这个也是适合第二春的 再来第一个则是 破军星 两位美女都在 对不对 哦哦哦哦哦 有破军耶 我有什么意思 你还用破军啊 是 破军这颗星 在古书啊 意思是叫你不要再拖了 你不能这样说 我考虑考虑 对吧 其实破军在古书的说法 他会讲成他是命驾三夫之命啊 什么 可是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应该是什么 他其实破军比较有英雄主义的情节 破军这个人很能干 能干的人是不是就希望找一个更能干的人压得住我 所以对方能力要够强 够好 对他而言 我才会愿意再跟他在一起啊 如果不够好呢 我把他fire掉再找一个 为什么不可以 其实这就是古书会把破军讲得这么强的原因所在 可是在现代人来讲 这就是一个女强人的命格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了 第二春还是因为古老传统 女生一定要从一而终 三从四得 所以大家都觉得离婚过的女生不好 这都是错误观念 这是以前 对啦 现代的人来讲 你为什么不能追求自己的真爱 为什么不能追求自己的更好的人生 所以这三个其实啊 想要做自己的女生应该要学才对啊 对不对 老师讲得太好了 让大家燃起了很大的希望 我们这边问一下苏律师 有重组的家庭 原来以为彼此找到了 就是再次找到了幸福 就哪知道婚后问题源源不断了 对 其实有时候 如果有些东西不是我们可以预料 但是会碰到一些状况 像他们从宴会开始 他们就宴会的时候 彼此认识都大龄了 那男生他其实已经 他已经结婚有孩子 都成年了 都已经都成年了 大龄的哥哥姐姐 对 大龄的哥哥姐姐 在宴会认识的 他觉得哇太好 那个哥哥跟那个姐姐说 哇 我告诉你 我终于碰到这个最好 我希望把我后半辈子 能够全心全意地爱你 而且我如果结婚的话 我买一栋豪宅 一起住 给你住 你看 这大龄哥哥姐姐要送礼物的时候 可不是包包跟钻戒而已 豪宅 都是豪宅 有大脚的 真的 豪宅 那所以他那个姐姐说 哇 真的太棒了 所以他觉得终于有这个 他也相信就结婚了 结婚完之后 其实大家过得很愉快 十几年过去 他都生活得很好 十几年 不简单 但是没想到在有一次的婚 有一次宴会上 那个哥哥心肌梗塞 突然就不在了 就不在了 就没想到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 就他的这个大龄哥哥的第一任 跟第一任生的孩子 前妻生的孩子 孩子出来说 你不能住在这豪宅里面 我告诉你 你不准住 他说什么 我可以住啊 你没搞错 我是合法的太太 我就是要住 法律上我讲三点很重要 第一个 我是他太太 我也是继承之一啊 这个房子 你说你是他儿子 我是他的太太啊 所以我们两个一人一半 我有一半的权利 我当然可以住 讲什么道理 有道理 第二个 他这么爱我 这个房子为什么会买 你看嘛 婚后买个 虽然是登记在哥哥名下 就是这个他先生名下 可是他就说 要让我住到我百年 这就是房子 就是为了我买 是我们爱的证明 第三个 我们夫妻间 夫妻财产 我是夫妻 我是他太太 基于太太身份 我当然有权利这样住 那这个儿子还不听这话 一撞高当法院 结果法院判决了 法院给他三个理由 第一个 判决这个 这个女生 必须要返还这个房子 给这个儿子 为什么呢 而且必须要 每个月还要付钱 好几万块的租金 因为从之前 没有经过同意就住 还要付租金 必须要搬回 返还给他们之后 那为什么呢 他三个理由 第一个 虽然你是 虽然你是共有人之一 两个人骂 一个儿子 一个太太 他说 你没有经过 他的同意情况下 你不能你单独占有这个房子 除非是他同意 那他就没同意啊 儿子没同意 儿子没同意 你不能住 你看大家都以为说 只要我是太太就可以住 抱歉 这个不行 第二个 法院就说 你说 是你先生愿意把 这个房子给你住到百年 你拿出证据来 我哪有证据啊 没有证据啊 而且走得这么突然 走得突然 走就太突然了 没有证据 所以法院说 不好意思 举证责任在你 你必须要有证据 这没办法 法院的规定啊 你要举证 第三个 虽然夫妻财产 夫妻财产 你要注意哦 夫妻财产是分钱 你不能对某个具体的物体去做占有 虽然你帮他还了什么贷款 做很多后事 什么东西处理 没有错 夫妻好像是互相代理 可是那是代理 如果说他这个人说 他要把房子给你的话 最保险的做法 当然如果过到你名下最保险了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 但你哥哥也不是笨蛋 他要过给他 万一他那个怎么办 所以有一个方法 折中信托 把房子做信托 就是让我住50年 我现在50岁 再50年应该可以了 这是新的豪宅 房子也可以信托 信托保障你的权利 第二个 再不然写一份遗嘱 万一不小心怎么样的时候 那遗嘱也可以把这个房子给我 你现在不用给我没关系 万一有什么状况 没事就没事嘛 彼此互相写嘛 我也写给你 你也写给我 不是很好 写定要遗嘱 第三个其实我还是要鼓励 婚姻其实需要理性跟感性兼具的 所以如果没有婚姻 我也看过很多案例 你今天如果是跟他在一起 他如果没有 他没有婚姻的状况 我告诉你 马上被赶出去 你连继承都不是 结论是一样的 还是被赶出去 这一幕的 对 你看整个刚本来突然间被张老师这样燃起来 有没有 有这个密码 我跟你讲 完全锁起来 锁码 没有意义啊 我们那个房产 好像八千到一亿 那我如果一亿的话 他至少可以拿一半五千万 跟女朋友拿不到 女朋友 可是刚刚那个结论是 那个太太半毛都拿不到啊 他拿得到 我告诉你 那是说他不能住 可是他有一半的权利 你要拿出去 要拿出去 要处理掉可以可以一半 就是说他一讲白点说 你还可以拿一半 因为你刚刚没说到一段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所以以后你再婚的时候 你要记得我帮你来 再婚 要说我 要帮你来 要信多就对了 要信多了 我如果想不开我找你 我就把他 哎呦 好麻烦的 说到这一套都你能吃 硬 终于军老师 数字测验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一方面的运势最美好 来 我们的信息数字有 7518 3427 5062 6930 跟4379 对 来 文婉 4379 4379 看有没有幸福 来 苏理师 第一个 7518 7518 第二个 3427 3427 6930 6930 我也6930 6930 好 那我最后一个 4379 因为现场没有人选的是5062 那我们就先来看5062 我们来看看咯 这叫申请守候 开花结果 爱你的印试是最美丽的 守得迎开见艳明 就像这样子 20年的花又开花了 真的 手机记得给他充电充饱 对 所以说如果说你本来可能 可能很久没见 那这个就有机会 或是你暗恋很久的人 说不定 他真的就是有机会 让你能够表白成功 或是说你们两个夫妻也好 或是男女朋友也好 一直都处在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冷战的情况之下 也有可能让你们这一次 能够化开你们中间的一些误解误会 让你互相两个人都一样 深情的守候能够开花结果 就是爱情的印试是最美丽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4379 4379是文婉显得 还有朵琳哥显得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是最美丽的 我们来看看 哎呦跟文婉一起 你知道吗 哎呦 这个叫被偏从无由自得 就是贵人的印试是最美丽的 哎呦 因为贵人很喜欢你 我们知道长辈喜欢你 还有就是你的长官喜欢你 都对你的非常的好 所以无来由的 他就会觉得你好像跟他 年轻的时候很像 所以他就会无来由的喜欢你 因为喜欢你会让你很多 就是工作方面 可以好的工作 轻松的工作就分给你 OK 或是能够帮你的忙 他就无来 就是没有任何的条件的 可以帮助你 所以会让你在生活上工作上 会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顺心 那就是让你没有压力 自由自在 所以当然就是在贵人方面的印试 是最美丽的 我们有老人缘 走老运 在人家疼 在人家疼 那再让我们看看6930 气势如枉一灰冲天 就是工作印是最美丽的 工作印方面非常的顺心顺意 就是在任何工作都能够随心所意 达到你自己想要的结果 在工作上面 如果说一般的上班族 你的业绩会非常的成长 一直都是走到哪里 你拜访的客户都会非常的喜欢你 所以让你在业绩方面就直线上升 所以就是这样 气势如逢一灰冲天 就是工作印试上面是最好的 我们来再看看3247 3247 3247 3247是盛梅选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也很好 就是人际方面 人际严荣 春风得意 就是人际印试是最美丽的 因为像盛梅一定要人际好才会好 那观众朋友一样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在脸书 很多什么IG什么 只要很多人喜欢你的话 按赞分享 分享加分享 所以你就会到处有人演 走到哪里 一般的说出去的话 人看到你都会跟你嗨 说哈喽 那再来就是我请你 可能你那一通人都跟你 互集互合好了 这个就是你的人际也相当的不错 所以这个也是很不错的 就是人际关系 人际的印试是最美丽的 再让我们看看7518 7518是树律师选的 和你财都在你这里 来我们来看看 理财有道 钱财滚滚 金钱印试是最美丽的 你看真的 还是要找律师 对 如果有面包不行 面包 你都要找他 你看不看 要面包还帮你面包保护好 面包跟爱情保护好 就是理财的印试好 所以你自己理财会有一套 在这获利方面就会非常轻松 你自己的理财那一套 那连专家都跌破眼镜 会觉得怎么搞的你怎么那么厉害 那么你只是一个律师 怎么变成这么会理财 因为你的理财获利都非常的轻松 而且是获利满满的 所以钱财都滚滚而来 就是财务画面非常的好 如果观众朋友 也是要选到这一组的话 你这一个页应该来讲 理财画面会非常非常的棒 能够让你获利非常的好 恭喜你们 来记得把手机要充饱电 看有没有初恋情人打电话过来 谢谢老师 谢谢来宾 感谢收看拜拜 拜拜 拜拜